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,而新中国电影事业也走过了70年岁月。 4月14日,正值北京国际电影节,谢飞、宁浩、郭帆等电影导演、学者齐聚北京, 畅谈中国电影的过去与未来。 新中国第四代导演谢飞已经77岁了,见证了中国电影70年来发展变迁, 他深刻感到中国电影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经验,应该经常总结。 特别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,到923年以前, 这十几年是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一个最辉煌的时期。 一个是票房特别好,同时我们的文化艺术电影也走向, 从黄土地一直到八王别姬,到9293年, 同一年那三大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都是中国电影和华语电影获得。 而对新生代导演宁浩而言,他感受最深的要属新时期电影创作的自由。 之前只能是你分到电影厂,作为电影厂的导演, 或者要来你也得有电影厂的这个标啊等等问题才能拍摄。 在那之后开始从我们这个时代感受到的比较自由, 在技术上头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, 就是我记得拍《风光石头》的时候, 当时就已经用的是数字机器拍摄。 数字机器的引入其实大大降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。 然而,谢飞和林浩都提到, 中国电影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期待解决, 比如观影人次少,缺乏有影响力的奖项等。 我们现在13亿人还不如2亿多的北美, 这都是不对的, 这都是你这个电影大国, 我们现在还是大国, 但还不是真正的大国。 我们应该是人次, 进电影院人次应该在30到50亿, 现在只有10, 有说18亿吧, 17、8亿。 我们也希望有, 我们面对整个华语区的, 自己的, 从行业角度出发, 从艺术角度出发去, 去给更多的一个评论的奖项, 能够给一些那个明确的肯定, 像奥斯卡一样, 能那么有影响力。 2019年不仅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 也被称为科幻元年, 年初一部流浪地球掀起了中国科幻的潮流。 导演郭帆在此次讨论中, 谈到了科幻电影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系, 他认为, 科幻电影如果脱离时代的发展, 很难成立。 比方说, 我们如果, 我们看到月球现在我们的玉兔登陆, 然后有照片传回来, 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, 航天人会非常有信心, 所以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航天员, 包括航天器的时候, 你才会坚信不疑。 作为青年导演, 郭帆也畅想了中国电影的未来, 他认为, 中国电影的未来可能面临技术的大变革。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考量我们影院, 然后我们的这种观影的一个形式, 其实我讲一个相对有点点科幻的感觉, 就是我们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后, 还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去看电影都是一个问题。 也许我们看个电影, 我们就可以戴上一个VR的头盔, 我们依然看的是最大的MX,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话, 然后我们会, 除了不能拉手, 这个不能, 也许也可以解决, 就是通过技术的进步, 我们都会产生变化。 此外, 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张慧君, 著名电影摄影师兼导演吕月, 也在此次论坛上, 畅谈了中国电影70年, 给他们带来的记忆与感悟。 这次论坛上分 好, 感谢观看